非洲杯这一夜进行了多场比赛 结果频频爆出冷门 两大夺冠热门喀麦隆和阿尔及利亚都翻车丢分 喀麦隆五次夺得非洲杯冠军 是夺冠大热门 这次面对的是世界排名第80的球队几内亚 结果喀麦隆只踢出了1比1的结果 让人惊讶 喀麦隆的控球率高达7成 有13次射门 只进了一球 几内亚只有6次射门 同样进了一球 8月为几内亚首开记录 之后喀麦诺被红牌罚下 导致几内亚只能少一人作战 喀麦隆利用人数的优势 凭借玛格里的进球 颁平比分 但是在半场多一人的情况下 喀麦隆只进了一球 真是太遗憾了 在这样一场比赛 喀麦隆没能拿下来 是比较失败的事情 只拿到一分的喀麦隆 只能够排名小组第2名 阿尔吉利亚也翻车了 也是踢成1比1 阿尔吉利亚世界排名第30 两次夺得非洲杯冠军 具备了夺冠的实力 但是 这次面对世界排名第117的弱队安哥拉 只拿到一场平局 太不可思议了 这场比赛 阿尔吉利亚的控球率达到66% 16次射门 只有三次射政 进了一球 阿尔吉利亚的射门质量 还是差了一些 把握机会能力太弱 而安哥拉只有七次进球 唯一的一次射政就打进了 不过 安哥拉进的是点球 在面对强队的时候 弱队如果能够获得点球机会 那将是拿分的好机会 这一次 安哥拉就把握住了这样的机会 本塔来不送点 马布鲁鲁点球打进 拯救了安哥拉 阿尔吉利亚球星马赫雷斯 表现糟糕 他只有一次射门 没有射政 更是只有一次成功过人 马赫雷斯去沙特踢球之后 水平有所下降 这一夜最靠谱的球队 就是塞内加尔 塞内加尔世界排名第20 非洲排名第二 一次夺得非洲杯冠军 这次塞内加尔面对的是钢比亚 结果3比0完胜 马内早早就助攻盖伊 取得进球 之后 亚当斯被红牌罚下 导致钢比亚少踢一人 这对于钢比亚来说 是毁灭性的打击 多踢一人的塞内加尔 再接再厉 拉明比卡玛拉进球 扩大比分 最后时刻 拉明比卡玛拉 轰入一角世界波 完成没开二度 彻底终结比赛 最终塞内加尔3比0完胜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